中度颱風山陀兒持續逼近臺灣 氣象署二十九號一早時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截至二十九號下午五點 颱風中心人在俄倫比東南方三百八十公里的海面上 第十八號颱風山陀兒 它目前的位置在俄倫比大概東南方三百八十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將以不是很快的速度 大約每一小時九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溪的方向在移動 我們預估這個颱風未來持續向西移動的過程當中 在它接觸到臺灣的陸地之前 它的強度都還是維持中度颱風的趨勢 氣象署預估颱風距離臺灣最接近的時間是在十月一號跟二號 但由於不確定颱風路徑究竟會往西還是往東偏移 但人提醒民眾在三十號也就是星期一 臺灣會持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東半部降雨的質量頻率時間都會略為增強 今晚到明天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區會有大雨 東半部地區恆春半島會有大雨或豪雨發生的可能性 另外在風浪的部分恆春半島藍雨綠島容易會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此外在臺灣的東北部也就是在竹苗這一帶 澎湖金曼馬祖也都要注意會有較強震風出現 另外臺灣各沿海跟離島的浪相對還是比較偏大一點的 隨著颱風的接近氣象鼠表示 臺灣東南側海面大概會有四到六米左右的浪高出現 另外被封面的苗栗到彰化地區 可能會因為颱風外圍環流沉降作用的影響 造成焚風的現象 溫度會稍微偏高一點 旅遊新聞怎麼到是王志偉台北市採訪報導